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专门录一个视频 给大家推荐一个项目 就是巴拉圭移民的项目 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项目 我在油管两年多的时间 第一次为了推荐一个项目 会录一个长视频 挺难得的 希望这个长视频 能把这个项目讲得足够清楚 就是巴拉圭移民的项目 巴拉圭是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具体有关这个国家的相关情况 大家可以去互联网看一下 这个国家和一百多个国家 相互之间是免签证的 也就是当你有了巴拉圭护照 是巴拉圭公民的时候 拿着这本护照买一张机票 那一百多个国家抬腿就可以去了 什么手续都不用办 到那直接就入境 巴拉圭这个国家 去年是刚换了总统 一月份变更了很多法律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快速移民的机会 目前在这 然后在这个项目中 申请去移民到巴拉圭 成为巴拉圭公民 那拿到的是巴拉圭的身份证 巴拉圭的护照 不是绿卡 再说一遍 是正式就可以拥有巴拉圭的公民身份 不是绿卡 是真的就有护照了 有身份证了 完成移民 你就成为了巴拉圭正式的公民 当然你愿意孩子上学或者干嘛的 都OK的 巴拉圭这个国家 是允许多个国家身份同时并存的 所以并不影响你拿到这个护照 还有其他国家相关的身份 你原来中国人 德国人 法国人都无所谓 小的国家 圣基斯等等都无所谓 那如果你因为某一个原因 你放弃了原来拥有的一个国籍 比如说你觉得中国政府很歧视你 你放弃了中国国籍 没有国籍了 逻辑上你就成了无国籍人士 也特别好 因为今年年初巴拉圭变更的法律 有一个刚通过的第6149号法律 就是为无国籍人士快速入籍巴拉圭 提供保护和便利政策的法律 可以同样保证按照现在我们这个流程 帮你快速的拿到巴拉圭的护照 有护照没护照都可以 那申请这个护照呢 从开始你签署帮你办护照的协议 到最后拿到护照 最长的时间是90天 基本用不到 但是90天的时间你就可以了 而且你本人不用登陆到巴拉圭 不用飞到巴拉圭去 你在全世界原来待在哪个国家 就哪个国家 待在中国就中国 待在阿联酋就阿联酋 待在哪个国家 新加坡就新加坡就好了 所有相关申请的文件 跟必须要办的手续 都在网络上可以沟通 可以递送 比如说会把你的指纹卡发给你 你在指纹卡上按了指纹 邮寄回巴拉圭领事馆 或者移民律师给你指定的地址 邮寄回来就OK了 然后就可以帮你去办所有的手续 直到你拿护照的时候 下了公民纸 下了身份证 下了护照 通知可以到 你自己可以到离你住的那儿最近的巴拉圭大使馆 去拿你的护照 比如说你可以到跟中国互相免签证的阿联酋 阿联酋的巴拉圭大使馆在阿布扎比 可以到那儿去领取你的护照 跟身份证相关资料 但如果你去阿联酋也不方便 你说我就是确实很不方便 不想去 那怎么办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你只要跟中间代办的人沟通申请一下 他也能够帮你干嘛 他能够帮你把所有办好的手续给你邮寄过去 经过你自己的申请要磋商一下 他可以帮你把手续邮寄过去 只要你申请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到你所有巴拉圭的身份证 护照 所有相关手续 那么你需要就是在12个月之内 要去距离比较近的方便的巴拉圭大使馆 再去补卖一下相关的手续 比如说你要到现场再按一次指纹 给你原家提交的这张指纹纸上的指纹合并 就可以了等等 当然如果你这个要延期 你可以再去申报 也是可以延期的 当然如果你说我愿意登陆巴拉圭等着交了钱拿护照 那就更没问题了 到时候现场会有律师带着你办所有手续 最后你就在当地居住 等着政府部门到时候可以领护照 所以呢 这个护照整个办理的流程很清楚 我相信我可能说清楚了 不清楚到时候可以再问 那为什么要特别推荐大家办巴拉圭护照 特别推荐 有以下几个好处 特别推荐 第一 巴拉圭跟中国是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 那你申请了巴拉圭护照 这个事本身 中国政府就不可能知道 由此所有关联的信息 什么个人的税收等等信息 中国政府都不可能知道 那么呢 巴拉圭对于所有申请护照人的相关的这些资料 肯定所有东西都是对中国政府保密的 拿不到 而且呢 由于中国和巴拉圭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所以中国政府对你上的法律的约束 给你强加罪名 比如说你因为什么事在国内通缉你等等 这是我举例啊 真的就是可以 巴拉圭政府不承认 巴拉圭政府也不在乎 不管你在中国怎么样都不会影响你去申请 也就是你在这个的时候 你是需要无犯罪证明材料 需要有香港的律师帮你准备好 但是跟中国没有关系 直接帮你准备好 你就不用管了 不管你有没有记录 都是无犯罪证明资料 第二呢 巴拉圭是台湾的邦交国 你拿着巴拉圭护照 你可以免签直接去台湾 不管在台湾你是旅游啊 居住啊 甚至于找工作等等都很方便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巴拉圭护照 第三呢 持有巴拉圭护照的巴拉圭公民 你是可以直接申请西班牙的非盈利拘留 然后在西班牙满两年 居住满两年就可以 马上申请入籍西班牙了 成为西班牙公民 拥有西班牙护照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因为你拥有巴拉圭护照 就不用参加入籍考试 所有入国籍都知道 你在美国英国入籍 最难的就是入籍考试 都是英语 你也没法去作弊 那你要入籍西班牙呢 有人跟你讲便宜 那都是骗你的 因为关键西班牙语的考试 你怎么考得过呢 所有前面都白办了 你待这么多年 最后你考不过 那你不是白搭了吗 但是你有巴拉圭护照 巴拉圭就是西班牙语 你免考试 基本上零成本 就可以转身 变成西班牙公民了 多方便啊 对啊 有这个护照 第四呢 拥有巴拉圭护照呢 你可以在巴拉圭 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可以开设银行账户 完全规避 中国政府的任何查询 监督管理等等 第五呢 申请了巴拉圭移民 这次门槛 是没有任何投资要求 没有任何专业限制 没有任何学历限制 你不用在这一定要买房 你说加勒比海那些国家 你要花钱去买房啊什么车 那都不用 目前申请 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项目 申请的成功率还是百分之百的 最后呢 巴拉圭本国的税率很低 而且对资金跟资产监管都不严格 你可以很容易的国内资金 或者其他资金资产啊 等等转移 然后可以自由的实现海外资产配置 甚至人都可以转出去 比如说现在持有护照的 这个资料呢 到时候你们会找助理 助理会把名字什么什么 人家办好都给你 这个客户很直接偷渡到越南 然后黑在那等首靴 然后80多天拿到了巴拉圭护照 就自由了 越南就自由了 有人说我是福建的 或者什么的重灾区 都没问题拿巴拉圭护照 那申请这本巴拉圭护照的全部的费用是15万美元 也就是100万人民币 但不是你前期全部支付 分三到四次去支付 根据客户的情况 前面只需要支付4到5万美元的一个定金 那这边律师就开始配合你做好所有的资料 就开始申报了 你就等着了 直到你在巴拉圭政府的官网里 看到自己新的巴拉圭的身份证信息了 有入籍指了 你才去支付后面那个大头的钱 前面都是个很小头的钱 这也是其他项目都不会的 你才会去支付大头的钱 而且你说那我交完那四五万定金 如果前面没有申请下来 不是你自己原因怎么办 那是全退的 一会儿我讲为什么能全退 如果国内的用户实在不方便 你说我美元不方便 对吧 那怎么办 我能不能用人民币支付 可以 你可以用人民币支付给律师给你指定的相关机构 但是机构最好希望的是你给人民币的现金 也就是你带现金到律师指定相关机构直接给人家 如果你是人民币转账呢 那你就得等15到30天的时间才能半手去才能申报 因为大家知道国内人民币有很多是灰色的钱或黑色的钱 最后要被冻结的 所以这些机构要去查询要看时间 所以他要看这个钱是不是干净的 防止最后收钱的账户也会被冻结 你就得等 如果你不是最好你就直接付美元等等 当然你说我中间什么优啊 什么能不能倒 这都可以问助理 可以帮你去解决 律师帮你去解决 这个项目为什么那么靠谱 跟大家专门录一个 因为这个项目原来是我一个老哥和一个兄弟在做 他们因为在去年巴拉圭换总统的过程中 新总统竞选中上任的时候呢 都赞助了很多 出了很多力 所以才有了这个特别好的便利条件 但是最近原来这是他们的事 但是最近他们在忙一个美国上市公司的一个事 特别忙 没时间管这个事了 正好我前面那几个移民 大家也知道一会儿跟大家说有些不靠谱的事 我头疼 聊到这 所以就暂时说让我带着做了 这两个人都特别有名 那名气比我大多了 这种项目对他们来说很小的项目 可能自己就是找几个助理帮朋友在做 没啥利益 所以自己也不愿意做 我现在不能说这俩名字 你们肯定认识 因为隐私嘛 说完了以后等于给人家捣乱 谁知道拿着我视频 小五毛小粉红怎么外传啊 但是放心 如果你们参与这个项目 开始办这个 先协议做 项目中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 然后我这哥哥和我的兄弟不帮你们解决好 我肯定就在视频里把他们名字全说出去 那对于他们的影响 他们办不好 那我肯定是 我也不背雷 虽然我找想这个项目交给我做 我也不背雷 跟他们也讲了 大家都是共赢的事 但是你别让我也背雷 而且项目办不成我也跟他们讲了 百分之百退款 这也是我要求的 他们说今年已经办了二十多个了 多复杂的项目都有 没有办不成的 说咱们说俗点的 红通的都办了 没有办不成的 这个项目目前名额和时间都是有限制的 十年年底之前名额还有七十多个人 不是以后没有名额了 是我这个兄弟正在跟巴拉圭现任的政府商量 成立个基金的事 如果顺利基金成立了 那么以后这个项目就能延续 还有很多 大家也可以不着急 但如果基金不顺利成立不了 这项目就不好说了 所以我个人的建议 中国的国情你也别等 如果你需求 你也别等 现在就可以着急办 这个项目对很多人来讲 钱真不是很多 这点钱都能买一个一生的平安 买完了以后你就有个好的身份 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将来旅游 工作甚至学习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台湾 南非 瑞士 瑞典 都可以去 很方便 当然这个项目中 大家肯定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想问 可以在社区里看到 一个联系方式 我传的 那个PPT不让传 照片 我就传了一个照片 在上面有一个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加那个联系方式 都有 飞机啊 Whatsapp 邮件啊 微信都有 在私下里面问 为什么没有群什么没有呢 因为都试过 好多小五毛小粉红会捣乱 会活儿八道 所以呢 为了就这个 就没有 就是单线联系 直接问吧 跟大家讲一下 我也是个很谨慎的一个人 毕竟呢 我这个做这个油管 做这个公众 还要靠大家的口碑吃饭 前段时间 为什么说了三个移民项目 那些乌克兰等等 是因为这中间呢 我自己参与 包括我要 跟大家讲过 我要去乌克兰 去见当面的人等等 最后很多事情 没有安排成形成 以及在通话的过程中呢 让我有一些不信任的因素 所以最后呢 我就没有 往下推荐 我也没有任何人要签证 很多人找我 办签协议 交钱 我都没有让任何人办这个事 也没让任何人交一分钱 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些项目 但凡有一点不靠谱的因素 就不能做 这个项目呢 我是整个都查了一遍 包括对方的法案 包括对方的相关人 律师 以及现有的就是 流程中的所有环节 包括他们已经办成的 而且他们也允许去拿这些 办成的人的相关信息 跟大家讲 对 所以这个项目呢 在我现在目前接触到的 应该绝大部分了吧 这种宪法护照 不是总统护照 就是宪法里允许外国人办护照 这种宪法护照中性价比算是最高的了 没有其他项目能跟这个项目比 而且呢综合起来呢 也是 最棒的 其他要再找比这个再便宜的 现在加勒比海那些国家护照 门槛都很高 真实的门槛都很高 远比这个高 时间也长 条件也多 而且呢 再比这个 再差的呢 就全都是要有语言门槛和工作门槛了 而且很多加勒比海国家 瓦努瓦图等等都被限制了 不能去 这个国家是随便的 欧盟等等 随便跑的 很高的 真正的 比这个项目再所谓低的了 那隐性成本一定是高很多很多 好吧 我该说都说完了 大家自己还是一定要货币三家 清醒决策就好了 我的任务蛮简单 把我手里这几十本发完了 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好吧 具体如果要咨询什么 还是我说一下 在社区里找联系方式 加了就问 如果不知道呢 就给我发个邮件 我这个邮管上面有这个邮箱地址 你要连邮件都不会发那就算了 这个事我觉得你也不用考虑了 好吧 就这么着 跟大家录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耽误大家时间了 谢谢